上帝的威已经在我们的心来 我们是可以了解上帝的话 而且可以亲亲跟上帝 建立关系 认识的 这是不一样的上帝的百姓 我常说 基督徒 我们是上帝国的百姓2.0 我们是upgrade 我们是进化版 因为我们有现行跟我们在地 这个就是应验 我们已经亲密跟上帝结年 我们的主要都已经下命 我们可以认罚 严和上帝 我们对上帝的威的尊手 没有停留在表面 有做还是没做 我们对上帝的威仪的尊手 是在我们为什么做跟为什么不做 我经常说基督教的信用 不是在规范基督徒 做什么事 不做什么事 可以做什么事 不可以做什么事 不是说什么不要误会 我们基督教的信用 基督徒 这个威是卡在我们的心来 已经不是不可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而是你为什么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做什么 我们跟上帝已经跟这个亲密的关系 一样在做同一件事情 因为不同的心态 同意在上帝的感觉看起来 是不同的阶段 这是我们现在 真正在信用基督徒 要真正的事 不要再看表面 做了什么跟没有做什么 而是进入我们的内心 因为这些威是亲亲 刻在我们的心来 你怕你是怎么做这件事 你怕你是怎么不做这件事 这些是上帝亲身要看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在那个信用里面 我们上帝的威已经 在我们的心来 我们已经是亲亲人的上帝的人 我们跟他建立 他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他的辈子 这种的关系 我们还要清晨 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已经 都已经被赦免了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已经被赦免 你可能坐在下面说 我还没有受洗 我还没有受洗 有没有最被赦免 我还不是基督徒 有没有被赦免 有没有啦 有啊 全部的人 专保的人 无论是不是基督徒 你的罪都已经在到下面 不过 心事 到底和好 这个命令已经发出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要为自己做的 付出代价 每一个人 都要为他所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 好消息是 我们不用承担 坏消息是 我们自己做的也就够了 所以我们 精心还是要 把自己放在 上帝的救赦来面 弟兄姐妹 把我们自己放在 上帝的救赎里面 我们努力跟上帝和好 人败这个兄弟 当心来记得 这生的乔 这是你大大的文定 虽然我是罪人